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的方案已经做好了 为了帮助你尽快脱米 必须从生活习惯做起 洗澡不能超过十五分钟 只能用一种洗手液 去一次厕所 马桶冲水不能超过两次 还有其他规定和脱米练习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你是不是在针对我 我觉得他写的方案挺好的 难度不高 而且都很日常 顾总 你肯定没问题 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嘛 我 当然没有问题 好 那就由双交当裁判 当然了 由于你对双交免疫 你的脱米练习不能和双交一起 从今天起 你必须和双交保持距离 我建议了 你可以尝试和我做脱米练习 我很乐意奉陪他 那不必了 你最好接受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如果你对一个讨厌的人 都有免疫了 那才说明你的情况在真正的好处 嗯 我觉得陆醒说得很有道理 顾总 要不你就克服一下 跟他练一练 好啊 吃饭吧 你们怎么都不做啊 看饭吧 看饭吗 双交 嗯 你坐这儿 我坐顾先生旁边 方便训练脱米 哦 好 我 拿开 你必须得突破你自己 不然你的情况就不能好转 你的情况不好转 我就只能一直住下去 嗯 嗯 嗯 不能吐出来 要不今天的训练不合格 是啊 顾总 你加油 这个肥肠它其实挺好吃的 嗯 可以了吧 既然你这么勉强 我就不强迫你了 这道菜啊 是我和双交的最爱 双交 我们吃 谢谢 不勉强 我 我觉得挺好吃的 嗯 好吃 是吗 嗯 嗯 嗯 好香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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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我怕你胃不舒服 所以给你煮了粥 我为什么会不舒服啊 你刚刚不是吃了很多鲁肥肠吗 我再忙一下 等会儿再喝 那我先拿给陆显喝 你一会儿要喝的时候再叫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现在喝 谢谢 谢谢 忽然儿好想喝粥 嗯 很烫 你慢点 喝口吃 不燥 越岩不燥 好 双交 你做了多少 我只了一大锅 那待会儿都帮我留着吧 我 我我把它都喝掉 都喝完啊 嗯 好好喝 没问题啊 你的咖啡 我要的是中杯 免费给你升杯的 免费赠送的 免费赠送的 你这样不怕被店里开除吗 我姐生气的时候啊 就喜欢吃这种甜甜的东西 吃了以后 心情就好了 我又没生气 那我给你发微信 你不回我 你啊 就好好照顾你女朋友吧 要是让她知道 你还给别的女生发微信 她会不高兴的 朱颜 你洗碗怎么不戴手套啊 洗血精对手的伤害很大呢 我习惯也不戴手套 顾 顾总 别动 我在脱米 可是陆显说她是专业的 你应该跟她训练 她说得也不一定正确 我和你们分别都做特米训练 不是更有利于 我对不同人群的免疫吗 你脸怎么红了 没有吧 我来帮你训练 我来帮你训练 不必了 不用你陪我练了 我来让你一字图 多管闲事啊 我是你咨询师 当然要管你的事了 双胶 往去吧 那你们好好训练 嗯 双 双胶 东西啊 帮我买一只女士护手套 喂 有事吗 我想请问一下 你平时都用什么牌子的护手套啊 护手套 其实什么牌子都可以啊 最主要的呢 就是送人的心意 收到的人只要能感受到 就会很开心 那有没有具体一点的牌子 我一般都用欧家 但别的牌子也可以的 哦 这样啊 好 那我现在就去帮顾总买 谢谢 顾仁齐 你帮她买的 对啊 因为顾总请我帮她 买一个女生的护手套 送过去 所以你打电话过来问我 就是要给其他女生 买什么牌子的护手套 因为我想说 你们女生比较了解 女生用的东西嘛 如果你以后再要帮其他女生 买东西 请不要再来问我 我没空 先生 您好 需要看点什么 护 护手套 请跟我来 护手套 护手霜 你洗完怎么不戴手套啊 洗血精对手的伤害是很大的 我习惯了不戴手套 每天早晚图两字 定期检查 用不完 扣钱 露显 你去歇着吧 你来这儿也不是来帮我干活的呀 太无聊了 没事吧 你可以去看书看杂志 看看电视 或者想想新的房 我来他们家看书 顾总 你是不是要去上班了 一路顺风 一路顺风 盛教 东城新开一家汉堡店 我们一会儿买完菜 直接去吃吧 行 那下午我们一起去 顾先生 你再不去上班的话 可就要迟到了 我忽然想到 我今天应该在家搬过 好 淘米呢 要用顺势 还这么多讲究 那你来吧 我去看看今天有什么菜 这儿有 顾总 家里没多少菜了 需不需要出去买点 有些人只是来工作的 午餐 应该会自行解决吧 顾总既然这么说 那我和双交都是来工作的 咱们出去吃吧 我也不是一个 会苛扣员工的领导 我也是会管饭的 午餐不必吃太多 少吃点 我帮你拿 谢谢你啊 我的家我比较熟悉 用我这个比较顺手 这是我新买的 电动的 这个环保 你能用久的手会酸吧 不会酸的 很快的 我这个比较快吧 旋转的 我这个比较快吧 用这个 算了 我还是用筷子比较顺手 我接个电话 你们打吧 你来吧 喂 主页 怎么了 盛教 我问你个问题啊 我 我有个朋友 他身边 一直有个男生 围着他转 到底有哪个的 但是又不跟他表情轻易 不好用啊 不好用啊 回来 你觉得我这个朋友 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那个朋友 喜欢那个男孩吗 喜欢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去表白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勇敢一点 大胆地跟对方表明自己的心意 虽然有可能会被拒绝 但 总比留下遗憾好吧 我知道了 拜拜 拜拜 筷子蛮好用的 蛮不错的 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上次是我不对 没有提前跟你说清楚 我买了这个护手霜 是你平时爱用的牌子 我自己有护手霜 我知道 所以我还买了这个面膜送给你 还有 就 我想请你吃饭 算是正式道歉 一起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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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走 小姐先生 你们好 今天情侣牙刷做活动 优惠力度很大哦 我正好要换牙刷 给我一套吧 好巧 我正好也要换牙刷 我可以给你合用一套 您二位是要用一套吗 这是我合双胶的 你要用的话自己买 我不用的 顾总 我刚换牙刷没多久 你和陆显分吧 行 慢走好 我出唇了 你不是刚才有这么多吗 你一定要这些话 我咱都不扭 有很高 你能不过 我用的 我看你 我试图 我甩上去 我打拿 你给你帮忙 我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奶奶 奶奶 你还好吗 奶奶 先躺着休息一下 快去 给 给 好 好 汪小姐 你还是先出去等我吧 没事了啊 骗我啊 你不来 你奶奶怎么样了 你跟我进来打电话 没事了 那就好 我去看看她吧 不用了 我还要帮奶奶媳妇 就不劳烦往下走 你看明天一定要来啊 好 好 好 走 走 走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我的儿子啊 不行吗 可以啊 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不正常 往常我来办公室找你 你都要拧我走 今天 你这心情不错呀 还知道敷衍我了 看来那个尸双胶 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这钱花得还不错呀 妈 不要这样说话 不好听 这都护上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来看看 你身体有没有好转 看来 你这身体好了不少呀 既然身体都好了 要不 我把尸双胶给辞了吧 那可不行 为什么 咨询师说我 还没有完全康复 需要尸双胶 帮我做脱米训练 那 等你脱米训练做完了 你还要留他吗 我看 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 再把它留在你的身边 你可要想好了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没什么 不是吧 看广告看着不认真 不是 栗子蛋糕 以前我和我妈最喜欢吃了 但自从她走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吃过 手机 我出去一下 先生 您需要加一张卡片 放进去吗 就是您对送蛋糕的人 有什么想说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写在卡片上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 你会勇敢地表白心意呢 会啊 那如果对方拒绝你呢 说不定最后 连朋友都没得做 所以人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吧 不答应 当然就是拒绝了 那也要把握机会啊 万一被别人抢占先机 一定会后悔的 麻烦您给我一张卡片吧 嗯 谢谢 谢谢 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 你还有什么理由 再把它留在你的身边 你真的给我买粒子蛋糕啊 双脚 我有一个客户的电话 涉及到隐私 得出去接一下 好 好 谢谢 妈妈 回来了 双脚回来了 来 给妈妈 过去看看 来 打开看看 这是妈妈做的粒子蛋糕 我们家双脚啊 就是太懂事了 明明每次路过蛋糕店 都往里面看 却从来都不肯吃 生怕花钱 是不是 以后啊 想吃什么都不怕贵 妈妈做给你吃 别人家小朋友能吃的 我们家双脚啊 也一定能吃 好不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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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擤 你对不起 不臟了 我把你衣服弄脏了 没关系 你怎么了 我就是想我妈妈 想妈妈 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不然你就回家看妈妈吧 我妈 我妈她已经不在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句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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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忙吗 最近怎么都不来找我了 不哭 不哭 初恋 你好啊 怎么是你啊 不是 跟你发那么多消息你都不回 是不是手机坏了呀 你刚才那首曲子 是不是小时候教过我呀 那么简单还弹错 我最近学了首新的曲子 弹给你听 来啊 世俊姐 你这样有意思吗 一个人谈是挺没意思的 要不我们一块儿色水连谈 你既然是个男人 就应该有个男人的样子 请你不要再做这种 脚踏两条船 让人误会的事情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脚踏两条船了 就上回看电影那个 你生气是因为他 不理我也是因为他 你不会是 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我已经不是你们这种 小打小闹的年纪了 我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安全感 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 而不是一个整天 只知道开玩笑的小孩子 不是 卓妍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卓妍 卓妍 你听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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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先开门 卓妍 你开门 卓妍 卓妍 开门啊 我妈 她很善良 很喜欢帮助别人 也很乐观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 并不是很好 但她也总是笑眯眯的 从来不抱怨 也不放弃 她就像我们家的 小太阳一样 你妈妈一定很为你骄傲 因为你很像她 是吗 可是你都没有见过她 但我认识你啊 你很善良 喜欢帮助别人 很乐观 却不放弃 这都是你啊 可是我没有她做得那么好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的病也不会好得这么快 在认识你之前 我觉得 我的周遭都很冷静 但你出现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也是个小太阳 让你的世界都不冷了 护手霜有好好用吗 有 有 要不要我拿瓶子给你看 不用了 我坚持一下 这 这也是透明练习吗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我并不是要你现在给我一个答复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你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顾总 你不要再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了 如果这不是误会呢 这是我真实的心意 你该不会 又是因为 不讨厌我才这么做的吧 你真的认为我们只是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吗 不然呢 其实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生 遇到你之后 我发现我再也忘不掉你了 你知道吗 在公司的每一天 我都想方设法地想要和你说话 可是 你明明每天都在捉弄我 我 我不是真的想要捉弄你 我是因为 那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总是适得其反 我也一直很想了解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 所以 所以我拿了你的杯子呗 你拿我 你拿我杯子干什么 你 你这个人 真的好奇怪 恋爱专家说 当爱情来临时 人的判断力会降低 哪怕只是得到对方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 也会变得特别珍惜 专家也好奇怪 双脚 对方 我做的这一切 不是因为我讨厌你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顾总 你突然这么说 我 王达 我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呢 你也喜欢我吗 不讨厌 就只是不讨厌 就只是不讨厌 我根本就只能把人放在这里 我全都会把人放在这里 你会这些的歌 我做了一个歌 这些歌 我去看你 签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